郭寶及藝人脫線在5月5號的直播中 大唱日文歌看起來中氣十足 精神非常好 完全看不出來已經90歲了 不過沒想到這是他的最後一次直播 脫線在昨天晚上吃完晚餐後突然失去意識 經過家人送醫後 人宣告不治享受90歲 而是在10號凌晨2點多將點書大頭貼 換成父親的背影 脫線臉書粉專也PO文 說脫線受到大家愛護疼惜 人生舞台先羨慕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脫線 同時還放了好幾張脫線充滿笑容的照片 讓網友紛紛留言一路好走 資深藝人脫線本來是租車公車司機 後來和時松北上發展並在1963年 靠著演出難忘鳳凰橋成名 1968年更主持今日農村 不過真正讓他大紅的是1970年 和阿希搭檔主持妙人妙事 而1997年他選擇離開演藝圈退休 並在台東經營脫線牧場 透過臉書經常與粉絲互動 脫線從台語黑白片做到歌廳秀 甚至比當時諸葛亮還要紅 90歲人生羨慕 傳奇一生只能留在觀眾記憶中 新新聞王仲鈞何孟哲採訪報導